現在我們請高精委員數媒諮詢 巡打時間為三十分鐘 兩位院長以及在場的隔音團隊 還有立法院的同事 工作同仁們 媒體朋友們大家早安 那麼請蘇院長 請另外一位蘇院長 來 請蘇院長 蘇院長早安 你好 你精神好嗎 很好 好 今天本席要跟院長探討的主題是 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院長你知道嗎 相隔十三年 我再一次在這個相同的位置上跟您見面 其實本席是充滿的期待的 在千百年的歷史長河當中 原住民族所遭受到的不公不義 只有慶竹難書可以形容 如果說所有的不公不義 可以用一部法律來恢復公平正義 那麼本席認為非常的難 如果有這樣的法律 本席也認為那必定是空洞的 口號式的轉型正義 其實呢 只有心理安慰的效果 就好像目前我們在委員會裡面 審議的行政院的版本 促進原住民族 轉型正義的法律 本席一向認為 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其實是隨時隨地都可以有所作為的 只要願意傾聽 願意了解 對的人 我相信就可以做出正確的作為 院長你還記得嗎 13年前一樣就在這個地方 一樣是這個位置 院長您跟本席的一場對話 我們促成了什麼 我們促成了原住民族的保留地的管理機關 從內政部移撥到原民會 在熟悉原住民保留地事務的原民會的主任之下 我們補漏報真話邊的保留地 到現在增加了將近兩萬公頃 而且並且沒有時間的限制 院長這個就是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13年前並沒有人談到所謂的轉型正義 可是院長您願意傾聽 願意了解 我們在對話結束了之後 您願意回去做跨部會的協調 您非常快速地做出了一波業務的決策 其實對原住民族來說 那一刻開始就是貨真價實的轉型正義 院長您怎麼看 謝謝 我認為確確實實在這一塊土地上 原住民確實過往政權多所欺世 打殺非常地不公 如今大家知道 我們過去所做的沿路 歷史上都是很多的錯誤不公不義 應該要怎麼樣子來讓它呈現 對原住民族的尊重 所以很多事情該做 不過一時之間確實也是很難一步到位 但態度是轉變了 至少現在的政府跟以前包括清朝日本人 包括在國民黨威權時代那都已經不同 現在知道這是不該如此 那做法上當然不可能一步 好的沒關係 院長 您沒有辦法想到 但是今天本席會跟你想到三個議題好不好 好 我你最常講到的一句話就是 請聽民意做實事 所以今天本席在原住民轉型正義的主題上面 我準備了三個資料要跟院長您討論 我期待蘇院長您跟本席 能夠在原住民轉型正義 我們做出更多的實事好嗎 我先看第一份資料 第一份資料是歷史的轉型正義 我們請原民會主委 農委會主委 以及文化部部長也一塊上台好嗎 謝謝蘇院長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一小段的影片 這是2016年6月本席跟林權前院長的一場對話 請看 看一下這張照片 這是大報社的主居地 位於現在新北市三峽內插角的山區 他在荒煙漫草中矗立著一座 377公分高的所謂的大報中魂碑 院長你認為 這是誰的中魂呢 192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為了紀念 攻打大報社 而死傷的日本軍警 日本軍警 他設立了這個所謂的大報中魂碑 如果為了為了要掠奪資源 以武力以武力來學習大報社的日本軍警是中魂 那麼 那麼浴血捍衛土地的大報社的我們的戰士 既不成為了奸匪 既不成為了奸匪嗎 執政團隊您是站在殖民者的位置 還是站在被殖民者的位置 院長 這是林全院長承諾本席 共同籌建大報社紀念碑 當時我們的文化部部長 鄭部長還有一將主委 你們都知道這件事情對吧 好 兩年多的時間過去了 由圓民會還有林務局 所委託的相關調查計畫 其實一直都在進行當中 那麼研究人員其實是在三峽 還有新店的三區 調查研究的過程裡面 我們找出了什麼 我們找出了非常多日據時代留下的遺跡 包含日軍遺留的酒瓶 愛永縣的電網 碉堡 日軍包圍大報社的三角點等等 同時我們在探查這些的過程 我們都有影像記錄 大報社為什麼那麼重要 我們要做那麼多的研究調查 為的就是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工作的落實 如果日軍的中魂碑沒有定義為不易遺址 如果大報社紀念碑沒有落成 那麼原住民在歷史上 對台灣這塊土地是中是尖 我們永遠背負著很大的問號 所以大報社紀念碑的籌建工作 目前是還沒有完成 沒有完成什麼呢 土地迎波的問題 農委會主委你要注意了 第二包含文化資產指定的工作 這個當然也是我們政部長的工作 院長您願意承諾我們原住民族人 在你的任內 我們一起來協助完成大報社紀念碑的建碑工作 還給原住民的歷史轉型正義的公道 可以 願意嗎 好 謝謝 而且我認為這個 為這塊土地守護的主人代代 我們都應該給他尊敬肯定 那剛才說還找到一些這個 我認為這個更重要 這個建一個碑其實簡單 找漸漸被遺忘以歷史言成終的 這個才的資料才是更重要 因為當年為捍衛土地的主人 所對抗外來的入侵者 我都覺得應以肯定 而且要大大的送揚 好 謝謝 所以院長您願意協助來完成在你任內 我們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那麼接著下來 這個院長您承諾之後呢 正是這個基地也就是未來原住民族 教育我們孩童的歷史文化現場 那麼第二份資料 我也跟你談的是 教育的轉型正義 我請原民會主委還有教育部部長 謝謝兩位 兩位主委 也主委還有部長 謝謝 我們請潘部長 我手上拿的是 民國九十一年立法院關係文書 九十一年二月一號 本席首次當任立法委員 四月九號第一次站在這個質詢臺 對面是游錫坤前院長 我跟他對話 十七年前我在這裡 本席就提出了 建構完整的原住民族教育體系的訴求 可惜當時的政府他並沒有聽進去 錯失了書寫歷史原住民轉型正義第一章的歷史記憶 但是就轉型正義來講 原住民教育絕對是重中之重 本席從來不敢忘記 整體的原住民的族人 我們也從來沒有忘記過 這幾年建構完整的原住民教育體系的理想 終於邁出了腳步往前走一步 本席看到我們的教育部不再封閉 願意傾聽理解原住民文化的歷史 教育文化 本席看到潘部長還有一將主委 你們翻轉了原住民族教育 還有提升原住民教育孩子的競爭力的企圖心 所以我花一點時間 我在這裡跟蘇院長報告一下 也跟您分享 這幾年針對建構完整的原住民教育體系 我們一起做了哪些事情 我們還有哪些事情沒有做到的 我們一一來跟院長您來說明 我們在2015年 本席盤點了原民會跟教育部 歷年來原住民族教育的計畫還有預算 我要求教育部可以必須要實質的落實 專款專用的原則 潘部長對嗎 是 謝謝 2016年本席推動了原民會跟教育部的跨部會合作的平台 並且我們訂定了原住民族教育經費編列的原則 還有協商的機制 因為以前原民會跟教育部分工不清 有非常多的預算也不清不楚 所以有了這個跨平台之後 除了計畫的寧定 預算的編列之外 還有協商的機制 我們跟最基層的校長老師們做成一些捷獄 潘部長對嗎 謝謝委員 好 潘部長在你任內做很多事情 來2017年實驗三法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終於通過了 那麼這兩個法律讓通往建構原住民教育體系開了一道的曙光 部長對嗎 是 好 也在同年本席要求教育部應該每一年要針對原住民族教育的預算 必須要開一場說明會 以及要求教育部每一年必須要召開全國原住民教育的座談會 潘部長對嗎 謝謝委員 好 我想前天第一線學校校長老師們的這個想法應該會讓這個教育退得更落實 就因為這樣我們的基層的校長老師們眼睛發亮 否則以前要邀請校長老師們開會 他覺得會而不決 他們提的意見教育部從來都不聽 所以他們漸漸失去了教學的熱情 可是這幾年來這些校長老師們正在第一線的同仁們 多麼的努力眼睛發亮了 好我們再來看2018年 我們修訂了部落互助教榜中心的實施辦法 我們完成原住民教育向下扎根的願景 其實也在同年完成了本席要求的課程發展協作中心 協助了學校以民族主體系開發課程跟教材 最後完成了本席要求的在國家研究院要設立我們專責的研究單位 以立建構我們完整的原住民族教育體系 部長還有主委對嗎 好謝謝 在這裡我非常謝謝教育部長還有原民會我們的主委 這些事情都是在你們兩位任內 以及前面的原民會的主委 我們一起努力之下我們來做下來的 院長我要請你了解的是 我們只插一塊拼圖就可以完整 建構完整的原住民教育體系 也就是回到我17年前 在這裡跟游錫坤前院長所提到的 那麼上個會期 本席出任教育委員會的招委 我排了原住民教育法 謝謝主林的安排讓我抽到了招委 所以我終於有機會排審原住民教育法的修訂 雖然我們保留了非常多待討論的條文 但是也非常順利的把原住民教育法 送出的委員會完成了一讀 雖然在審查的當天 執政黨立委以行政院沒有提出版本的理由要保留審查 但是本席深感遺憾 可是在我們堅持努力之下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幫忙之下 我們其實也努力的完成了一讀 那麼其實本席在立法院17年了我也知道 非常多的法案不需要行政院推出來 立法委員的版本也可以審查 例如轉型正義條例 行政院並沒有版本 但是我們依然三讀通過 用立法委員的版本 所以當天我們民進黨有一些立法委員沒有到現場 以行政院沒有版本為理由 我反覺得非常的遺憾 也就是說民進黨的執政團隊 你們又錯失了一個書寫 援助民族教育轉型正義的機會 但是沒有關係 院長您在這裡還有機會 我希望在你的任內 是不是能夠答應我 一個月之內把行政院的版本送出來 我們趕快二讀協商 部長就在旁邊 院長您可以問他 現在這個話在教育部 是不是部長先說明 已經一讀了 我先跟委員報告一下 沒有我現在要跟你不要講 我都清楚 蘇院長我剛剛講了這麼多 這是一塊拼圖 那麼其實這個版本 行政院一直沒有推出你們的版本 我覺得你們是戴護指手 沒有我來補充一下 那麼部長我知道 因為我剛剛在回來部裡頭 你們準備好了 所以院長我在這裡說 一個月內你們推出來可以嗎 就是讓部裡面先送到院 院裡面我請相關的政委來審查 這個要有這樣的作業程序 知道一個月可以嗎 時間上我不曉得送 什麼時候送出來 部長一個月可以嗎 我跟委員報告 你要多久時間 我把這個部分再更省 我想委員我們長期 對原住民交易的處理 多久的時間 這個月底會送到院 就二月底 好 那月底送到院裡面 三月送出來可以吧 其實部長您清楚知道了 沒有很多的爭議啦 是吧 其實我們私底下協調過非常多次了 所以跟蘇院長報告 我就給你一個半月的時間 好嗎 至於主委還有另外一個原住民族的學校法 建構完整的原住民教育體系 有兩個法 一個叫做原住民教育法 一個叫做原住民學校法 原住民學校法我們可以拖久一點 所以我要求你三個月之內送出來可不可以 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這個委託研究章 這個月底出來以後 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完成 整個協商的 還要跟教育部再協商 好 所以我重複一遍 蘇院長 原住民族的教育法 一個月 一個半月之內送出來 原民會你的學校法 兩個月內送出來 好吧 謝謝 再給我們三個月的時間可能比較多 太久了 我知道蔡志偉教授已經準備好了 很抱歉 我知道蔡志偉教授已經差不多了 其實他都您的差不多了 您只要送出去就行了 好不好就兩個月 蘇院長 你是阿沙里的人 你是做實事的人 你是最有魄力的人 所以在這裡 您可不可以答應我 剛剛的承諾 我們一起來還原住民教育的轉型正義 我認為這個事情該做 做的那個騎乘 我請他們加快送進來 加速來審查 好 謝謝 好 院長謝謝您 好 第三份資料我要跟你談的是 交通醫療的轉型正義 我們請交通部部長 衛福部部長 國發會主委 原民會主委 您不要離開喔 這都是您的業務範圍之內 好 我先播放一小段影片 這是去年審查促轉會提名委員的 我跟一位委員的對話 謝謝 我想請黃先生再回答我另外一個問題 民國五十四年的五月八號 國防部發布了戒嚴時期 台灣省區的三地管制辦法 管制區域是三十個原住民的三地鄉 同年的六月一號開始實施了三地管制 內政部警政署並且執行了三地清查 二十二年又兩個月過後 民國七十六年的七月十五號 才廢止了三地的管制辦法 但一直到半世紀之後的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號 警政署才廢止了三地清查的法規 三地管制讓原住民三地鄉的發展落後了整整二十二年 而那個時候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 三地清查讓原住民的同胞的人權被剝奪了半個世紀 本席要請教黃先生三地管制跟三地清查 是不是應該要納入促轉會真相調查的範圍 真相調查的報告是不是能夠還原這段被壓迫的歷史 好院長 我們看完了這片影片之後呢 改善交通其實是脫離貧窮 脫離偏垂最重要的手段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 原住民部落的鄉島自成動省以後 我們的道路的養護經費困窘 中央也從來沒有補助過預算可以致印 所以導致這些危險的山區道路只能任期破損 還有邊坡落實等等的危險 每一年的迅期 鄉公所都在提醒吊膽 主委最清楚 生怕道路被颱風打斷 那麼我要再一次的提醒院長 我們被管制了22年 動省之後我們的道路又被放棄了20年 這些問題本席十多年來也不斷的質詢 終於有一位前行政院長願意傾聽 就在2016年的4月22號 他核定徵修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功率系統 補助執行要點第11點的第三項他修改了 他把山區部落亦自災的道路以及危險的橋樑 納入了生活圈的補助範圍 所以部落的鄉道養護無法獲得中央補助的問題 終於這20年來解決了 這位院長就是前行政院長張善政院長 他在任期的109天的任期 他做到了原住民族地區交通上的轉型正義 我們可以從照片上來看 新竹線武豐鄉花園部落的明隧道的興建工程 尖石鄉的新樂大橋以及秀蘭大橋的改建 也都因為這樣子而獲得了改善 本席在立法院這17年來 我要再強調一次 蘇貞張院長還有詹上政前院長都做到了 促進原住民轉型正義 其實我要再講一遍 只要願意傾聽一點都不困難 所以在場的兩位部長你們應該要聽進去 那麼在交通上我們除了做橋樑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 我認為花東地區的交通還有醫療改善 是行政院可以立刻做的 衛福部部長我們曾經討論過 2011年花東地區發展條例規定 中央政府以10年的時間要撥補400億 作為花東有序發展基金 可是這400億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觀光文化醫療社福交通等等的基礎建設 其中花東條例第11條又特別規定 為了要改善花東地區對外的運輸服務 滿足花東地區居民連外交通還有產業發展的需求 交通部應該要提高鐵路運輸能量 以及縮短行車的時間 並且要提升公路的安全性還有可靠性 還有可靠性 花東地區建設完善的公共運輸網路 要健全原住民族部落的交通還有公共運輸 要提供安全便捷友善可靠舒適的運輸服務 目前大家所種知的太魯閣號 還有普悠茂號就是依據這個條文 而購買的列車 而特別用原住民的主品的名字購買 所以當政治人物風光參與了交車之後 通車的同時 其實原住民花東地區的交通並沒有改善 就在上個月 客家新聞台報導了 他說為了要改善台鐵東部幹線 一票難求的問題 政府過去十年來 採購速度快 請鞋式的列車 並且著手推出了鐵路電氣化 雙隔化 但是根據網路調查 東部幹線的購車 還有施工建設的花費將近五百億 但是東部南下尖峰時間 也僅僅增加了四百多個位置 也就是說我們花了五百億 我們的交通部長聽好 我們花了五百億 要來改送花東的交通 可是我們僅僅只增加了四百個位置 所以本系在這要跟院長報告 您說施政要接地氣 政府不是沒有錢來執行花東的政策 而是不願意傾聽沒有大破例的規劃 五百億只增加了四百個住位置 你看這個離譜到 所以我要說的是缺乏完善的交通建設的花東 縱使有國際級的觀光景點 我們卻只能用好山好水好短命來形容 長期以來花東的緊急醫療嚴重不足 我相信衛福部長您知道 零到兩歲的新生兒 嬰兒的死亡率 朱院長您知道嗎 台東最高 花蓮第二 一百零五年度全台平均壽命 台東最低 花蓮次低 只在七十五歲到七十六歲 所以也就是說交通醫療公位 都是落後國家水準 院長花東基金不是有四百億 可以來改善這些困境嗎 現在我就要告訴你問題在哪裡 花東基金的我們來看 除了二零一二年第一年度 國庫應該撥補的四十億預算有到位之外 預算撥補是逐年降低 我們按照比例一百零八年度 你看我們國庫應該撥補給花東基金是三百二十億 這個實際的數據其實只有撥補一百三十六億 所以撥補的百分比是四十二點五 那麼我們看他的執行力 國庫實際撥補的一百三十六億 八年來只有執行了四十六億 所以執行力只有三十三點八 如果我們要以國庫應該撥補 預算三百二十億來看的話 真正的預算執行力其實只有百分之十四點三 那麼二零一九年的花東基金國庫補了多少 十點五億 這個是創下民進黨執政以來的新低紀錄 花東基金簡單講 花東基金每一年根本沒有撥補預算 而沒有撥補預算的這些執行力又低到不得了 院長你說施政我們要接地氣 本席再加一句要有大破例啊 我們看到這些政府不作為 然後執行力又非常的低 花東的居民交通上醫療上怎麼會好呢 所以我建議 是不是讓我們恢復三十年前規劃的環島公路網 我們把它落實把它實現 過去三十年來西部每一個縣市都有一條什麼 東西向的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道路 可是花東呢一條都沒有看到了嗎 再回到那個圖片 西部紅紅的一條 花東完全沒有 第二個我們是不是可以讓環島鐵路電氣化 我們讓花東居民的交通還有醫療環境改善 我相信這不僅僅只是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這也是花東居民的轉型正義不是嗎 院長我要再提醒大家尤其在場的所有各院團隊 沒有人可以知道你我我們 我們在這個位置上會待多久 但是我們只要在位的每一天 我們如果都做實事解決問題 我相信這就夠了 我經常說一句話 大江東去浪淘盡 衝走的是人物 衝不掉的是歷史 院長您十三年前做對的事 我們現在回頭看這件事情是對的 十三年後我們現在在回想 原住民族的土地的保留地增加了兩萬公頃 而且沒有限制這叫做土地的轉型正義 雖然還做得不足 但是至少您曾經做過 所以院長我們是不是就針對三十年前 還沒有完成的花東快速道路 作為花東居民轉型正義的起點 我們還可以打通蘇花還有南徽公路的瓶景點 作為結束 所以院長剩下三分多鐘 我讓您做結論謝謝 謝謝 我一直認為真的原住民在這塊土地上 在歷史上的走過程中 其實是受盡痛苦 對他們實在是非常不公不義 所以我因為成長一片鄉 我在當屏東縣長時 屏東有八個原住民鄉 五十五個村 我是真正歷史上第一個 也是大概我真正親自到每一個村 開村民大會的縣長 一個村民大會是從頭做到尾這樣 所以我為屏東縣的原住民們 開闢道路修橋樑等等 我深知道原住民族的痛苦 所以剛才委員所提出來 包括交通建設 包括醫療資源 怎麼樣子讓它到位 跟教育種種 我都覺得很對 那應該來努力做 至於剛剛所說 這個執行力何以如此偏低 我想我應該請相關部會 就執行力的部分 既然已經有預算也波補 何以執行力偏低 應該來加強 至於剛才委員所提出來 怎麼樣環島公路網 也就是改善交通 確實是居民最基本的需求 所以我覺得政府如果做得到 應該往這一方面來做 至於剛剛講普游馬 五百億只有四百個座位 這部分今年過年交通 票務都很順利 然後新的票務系統 也即將上路會更好 所以怎麼樣從硬體建設上 加強普及儘快 怎麼樣從管理上有效營運 尤其對於偏鄉的民眾 對於原住民族的需要 我都覺得應該我們在注意上 多注意 在做法上態度上都應該要重視 在執行力上我們會來要求 希望能達到大家應該 大家都能夠有發展這樣子 過去的錯誤或者不急 現在我們盡量來做 但是當然一時之間也難以全部到位 總之態度上是這樣的 好我相信您院長 因為十三年前您答應的事情做到了 我也相信您的效率 所以旁邊的主委也好 幾位部長也好 如果院長您願意給我時間 也回去做跨部會的協商 如果願意我提供非常多的資料 我經常走訪部落我知道問題點在哪裡 我也很願意 院長你撥一點時間給我 我們再來繼續討論 好不好 好謝謝您 原民會主委 您看到您有一個非常衝衝衝的院長給你頂著 希望原住民的所有的問題能夠解決 院長現在送進來的原住民主轉型正義條例 您還是收回去吧 因為口號式的心理安慰式的 跟之前的轉型正義條例完全不一樣的條例 不需要留在立法院 這不是您的風格 所以本席會願意收回去行政院 行政院重新訂定一個真正可以落實 如果沒有辦法落實 至少跟通過的轉型正義條例要一樣吧 好不好 院長請你回去思考一下 謝謝 好謝謝高經委員 謝謝蘇院長以及蘇院長的團隊